4月16日 今天来看诊的人之中 有三名女孩子 让我印象深刻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比起说我是在座心理辅导 还不如说 在治疗失恋症后痴 在夜失眠 在白天沉睡 摆脱回忆跟随 你给我安慰 为我擦干眼泪 不问为何伤悲 我问我自己 心中还藏着谁 你越温柔我就越后悔 我还是会想他 想起我笑我笑 虽然此刻心里充满挣扎 我还是会想他 还提醒了如梦 我只认我还没忘了他 你给我安慰 与我擦干眼泪 不认为何伤悲 我问我自己 心中还藏着谁 你越温柔我就越后悔 我还是会想他 想听他笑我傻 虽然此刻心里充满挣扎 我还是会想他 还会醒了如梦 我只认我还没忘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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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越来越让我觉得想他 我只认我还没忘了他 而我只能装傻 只认你的拥抱 很想他 我还是会想他 想听他笑我傻 虽然此刻心里充满挣扎 我还是会想他 还会醒了如梦 其实死亡很明显 最困难的是获得 我只认我还没忘了他 我还是会想他 还会想他 你再想听他笑我傻 虽然此刻心里充满挣扎 我还是会想他 心里充满挣扎 我只认我还没忘了他 我只认我还没忘了他 5月28日 今天把四个人的资料归档 我衷心地为他们祝福 愿他们再也不需要 接受心理辅导了